为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陕西当局对西安市采取严格的封控措施 当地民众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拥有1200万人口的陕西省西安市 自2021年12月23日宣布封城后 疫情逐步升级 并扩散到该市14个区县 以及蔓延至多个省份 西安封城不到一周 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到西安市指导防疫工作 他要求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尽快控制疫情蔓延 官方1月2日消息 西安市燕塔区委书记王斌 燕塔区委副书记崔诗月均被免职 就在同一天 据陕西日报报道 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 在西安市防疫工作会议上 要求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并警告燕塔区、高新区等地的一把手 要讲政治、顾大局 根据网传的一份名为 2022年1月1日 是疫情防控指挥部 视频调度会议精神的内部文件显示 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称 西安市疫情防控已进入全面决战时刻 他要求 1月4日必须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 当地市民披露 当局下令1月4日必须实现社会面清零 就是在一个小区里 如果一栋楼里面出现确诊病例 然后这栋楼里面所有的人 全部用大巴车拉走隔离 然后官方会向上通报 这所小区已经清零 1月4日 官方对外通报已实现社会面清零 至于疫情再次爆发 官方会说那是在隔离点出现的疫情 另据消息人士称 西安市燕塔区委书记被撤职后 当局要求各区离居令状 社区必须清零 为什么那么多人连夜被送走到郊区的安置房隔离 因为离开燕塔区就不是他的责任了 他不管你在外面是否被感染 这样西安市就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全面胜利 不单是这个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 只要拉出去 再发生更多的确诊 都是隔离期间的确诊 不是社区传播 社区面可以对外宣布清零了 对于隔离点 不少人将其形容为居留所 但对那些困于家中的市民来讲 生活已十分艰难 不少市民外出买粮却遭到官方禁止 甚至有网民发布的视频显示 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名男子 一天只吃一顿饭 被扼晕后倒地出现症状 结果不明 西安的王女士近日告诉大纪元 西安突然半夜封城 大家都毫无准备 由于封路 运送生活物资的大卡车 被堵在高速公路上下不来 老百姓对缺乏物资的生活感到恐慌 王女士表示 我感觉是失控 已经整个失控 他们就是要保自己的乌纱帽 到处封村 封路 封桥 谁也不让上谁的立盘去 然后生活物资就过不来 你说老百姓吃啥喝啥 世界需要真实的信息 订阅新加坡大纪元报纸 加入新加坡大纪元 Telegram电报频道 就是对我们努力传播真相的最大支持